我的同学们认为我是一个开朗活泼典型的四川女孩 叫我小辣椒 就是觉得我平时挺像一个女爷们儿形象的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其实比较自律 但是也充满着感性的一个人 我对我的工作通常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 多一次尝试少一次遗憾 就好像我今天来飞宁莫属 李圆圆22岁四川人 四川音乐学院 波音主持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李圆圆 今年22岁 四川音乐学院波音主持应届毕业生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跟传媒相关或者销售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李圆圆 你好 四川音乐学院也有波音主持专业 对 这个四川音乐学院出了很多这个唱歌的明星 对 想求职一个跟传媒有关的 为什么不去做波音主持的岗位呢 做我的本专业的话 其实做主持人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认为说可能我在与人交流的这一块 比站在舞台上主持节目可能更就是说会擅长一些 我对自我的就是认知 我觉得说做传媒类相关的工作可能比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更加的适合我 比如说什么样的相关工作 比如说那个广告策划活动执行 但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觉得你不适合做主持人 你没有说出真实的原因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主持人更重要的是哪些三方面的原因或要素 你觉得你不具备 我非常真诚的回答 第一我的普通话还没有答一假的水平是一矣 第二就是我认为做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 我觉得还需要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工作 说点实在的姑娘就是播音员主持人的岗位没有那么多 对我觉得 因为这个行业不是每五年每一年就淘汰一批主持人 把一些新的岗位给大家的 我有个问题 主持人学主持专业的这个学生呢找不到工作 但是没有学过主持专业的这个人呢又做着主持工作 这还有一个也不是课班出身的 对为什么这个会不专业的做主持专业的做不了主持 您想听我回答还是听姑娘回答 先听姑娘回答 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并不是一个传话员 或者是站在台上就能够 不仅仅是个肉喇叭 对而且不仅仅说我能记住台词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人生阅历以及经历 像很多的心理学家呀 或者现在的就是很多从事过别的行业的人 最后来做主持人 但他的节目看上去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个节目的语义会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的积累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去积累 就提前就放弃了 我认为主持人一直是我的理想 对 那原来现在都十月份了 因为你是今年七月份毕业的 对 那你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你找工作找得怎么样 你配过哪些企业 我之前呢 就是做过很多方面的实习 然后在毕业以后的这两个月里呢 其实我一直在看书 穆总 就还是为主持人做积累是吧 并不是为主持人 因为我有说过我的求职意向有销售类 我在学校毕业以后的这两个月里 主要是在看销售类方面的书 还有就是一些 比方说看了什么书 比如说那个销售第一 还有销售冠军 还有就这样说话 还有谈判大师 看了些是不是 你自己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理论 销售理论 然后你并运用到销售工作中了吗 其实学与之用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提前 他是一个应届毕业生 我想给你一个问题 帮你一下 我认为就是从你看来一个好的一个sales 他应该具备哪些特质或潜质 您具备吗 我觉得说我还需要沉定 但具备一些 一个好的sales 他现在根本理解不了什么叫一个好的sales 所以如果他现在想做销售 他一定会有过思考 您的思考是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boss的这个不同意见 或者说有些争论啊 胶着的地方 其实已经反映现在这样一个现实 就是大量的应届毕业生 在毕业求职的时候 他们缺乏职业能力 缺乏职场素质 和职业态度 这个没有办法 尤其是像他这种求职方向 和大学所学的专业 基本不怎么搭的 他的一个优点是 他已经注意到了 在他的专业课之外 他要补充学习其他的东西 而他已经提到了一些 看书很好 要总结思考 李源源已经表达的不错 在其他的学播音 主持的一些同学们当中 他算是积累量多的 他很深刻地理解了 主持人不是一个匠人 不简简单单只是个匠人 那么在没有人生阅历之前 所谓的普通话古籍 专业的其他方方面的知识 就像尹峰所说的 是要积累 但是对于应届毕业商来说 他已经算是表现了 他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但是我只是怀疑 像我们这样的人 是别的干不了了 发现才干的主持人 你可能会发现 你可能会发现 你开始干不了主持人 但是你干着干着销售 你以后是不想再干主持人了 你可能会像他们一样做老板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听听听听李晨的 博士团新成员李晨 潮流品牌NPC的主理人 NPC是著名VG李晨 开办的多品牌潮流连锁店 NPC除了售卖国外潮牌限量单品牌 同时也给国内原创设计师 提供了展示的平台 让更多人通过NPC了解潮流文化 因为我主持节目已经有十年了 刚才我很能体会你的话 而且我一直在听你说话 我个人觉得 其实主持人是很能够帮助 你在将来 在任何就业的环境当中 你去学会跟别人去沟通 因为主持人本身就是聊天 跟嘉宾聊天 跟观众聊天 那观众就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要给观众 他们要的东西 就像所有的做生意的 要给客户 他们要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应该先做 然后呢 不管什么样的工作 特别基层的都可以 包括我们的店铺销售 我觉得你也可以从这个做起 因为你比一般的Sales 有很多的一些 人生的目标和梦想 所以你一定会在这个 做的过程当中 知道你要学什么 然后你再去看书 你再去上课 那个时候你才会明白说 那些课跟那些书本上的知识 能够帮到你什么 来吧 我们让圆圆自己先行使全力 先灭掉一盏灯 这样大家知道这个企业 他肯定不会去 好吗 来 咖啡之意 谢谢 我刚刚批评你了吗 尹峰第一次 尹峰是第一次被灭掉 在第一次 而且被这么可爱的女孩子灭掉 我好伤心啊 尹总 我实话实说 因为我对这个 咖啡之意 这个就是连锁门店 之前有看过 连锁经营方面的书 确实觉得在这一块 可能自己 在学习能力上发现 我最连锁店 可能没有就是实体的连锁店 没有太多的管理经验 所以就觉得说不能好好的 就是胜任您的工作 就离自己太远了 这个呢 其实呢 你就错了 这是一个误区 其实你们进入职场 第一需要准备的是自己的素质 所有的能力是企业会要培训你们的 不过我还是在下面会支持你的 把他们都灭了 到我这儿来 好 谢谢尹总 好 掌声宽众 尹总 暂时离奇 进了发现管理区 来 鱼夏的事业boss 看一看面前 这位应届毕业生 学播音组织的李源源 考虑一下自己的趋活着流 请选择 好 祝贺李源源 十一点灯 全部为你保留 接下来进入天生活有才 我从一个面试官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它会不好用 哦 陈总我发现你挺敏感的 他确实有一些 有个性的地方 比如说啊 他在四川一个地面频道 电视节目 做餐饮节目的外景主持人 这对一个在校的 学播音主持的学生来说 简直是 梦寐以求的岗位 结果呢 这姑娘挺有个性 因为天天真吃啊 真吃啊 每天 他受不了 不干了 挺有个性的 那不是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了吗 再一个呢 他在这个房产销售当中啊 他自己发现自己亲和力不够 于是也不干了 他挺 陈总你挺敏锐的 你发现他可能不好用 他挺有个性的 你别看 这不是一种个性 我觉得这个挑肥检售的背后是有原因的 哦 这是挑肥检售 比如说今天 你说不想 尹总的这个餐饮 这个连锁你看不懂 但是我们这有一半都是连锁企业 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过功课 我知道 第二一个 你要做策划 策划是幕后的工作 然后你要做台前销售的工作 这也是看似相近 其实背离很大的两个职位 我想问一下 你到底是偏向于策划 还是偏向于销售 我是偏向于销售的 没有偏向于策划 至于这12家企业 我个人比较想去的 应该是58同城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新泽国际 你知道我们是销售什么的吗 主要是就是影视作品 还有就是一些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业务之一 但是最重要的业务 是我们是经营艺人的 对 所以其实圆圆 我觉得你在之前的问答里 已经给了大家答案了 你就是想体验积累 你最终还是想回到主持专业 对吧 所以可能今天 任何一个企业给你提供机会 都只是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 为了你未来的职业铺路 体验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认为 第一个可能不好 但吵吵这也没关系 他体验三四年 对企业来讲也贡献足够 他不可能体验三四年 因为他所有的体验实习 都没有连贯性 我觉得 他的情况必须得体验三四年 才有那个阅历 找工作是一种态度 但是我觉得你态度并不好 我只问你一个 这么多企业 你看了哪个企业的招片 招片的描述 看过吗 看过 看过百合网 在哪看到的 他该怎么描述的 你刚才说你要去58 和那个 这边 他看了百合网了 他看了百合网之后 就去58 你是说我看过没有 我说我看过百合 但是 就是我的 请问他在哪发布的 其实陈浩 你刚才是说他没有做准备 其实他做了很多的准备 但他做的准备 都是波音主持做的准备 那个护花使者 没有准备 护花使者 怎样他自己回答行吗 不是 我想说的 小庄说的对 你听他说完 他是做了主持的准备 但是我就准备了很多的故事 但我可以多问一下 但是我感觉你讲的 你讲的这些故事 实际上是 还是缺乏一定的个性 我不知道是因为紧张 方向性 方向性也不明确 但是我怀疑 可能跟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 学的专业的这些东西 磨掉了你自己的很多个性 我同意小庄说的 我在这旁观者清凡 到有时候很冷静的 可以看到这个小颜同学 我觉得他的表达 确实他准备的都是 他有点成套 职业的套 他有一个套路 套路 对 说的话很正 很端庄 但是没有感染力 其实最好的沟通 是发自肺腑的 诚恳的沟通 说真话 说大白话 而且确实是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 来过好几次 主持专业的选手 都有这个特点 我觉得这个专业 挺害人的 说话都 而且我要讲一下 就是来这节目面试的裸片 有两种 一种是 没有什么特殊技能 的裸片 一种是 有很多技能 但是不知道要干什么的裸片 我觉得后者比前者更合法 恐怖烂炸对他来讲 是有点不公平的 他们不能够把对某一个 教育培训体系 某一个行业的一些问题 让这个小朋友 在刚刚出入职场的时候 他就去承担这样的压力 他其实在出入社会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的选择都是被动的 远远没有关系啊 十二个老板 有人喜欢你 有人可能在你身上挑毛病 这很正常 所以说呢 我们看这个节目 斯敏 我们看 不用说了 我们看这个节目观众都知道 有的时候 这边台上的 这Boss们打争一片的时候 旁边那个 管制发言区 有的Boss 已经对着单独拍的镜头 在表达不同意见了 这才是 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表现 十一盏灯都为你保留着 接下来让他们选择一下 去还是留 各位Boss 请选择 你创到了 我们节目改版之后的最高纪录 十一盏灯全为你保留到最后 除了你自己灭到的尹峰 而且看尹峰被灭的时候 那种不甘心 他好像也愿意为你留灯 我还要跟他说几句好话 我在这观察 我觉得他身上有几个素质 真的不错 第一很认真 第二很理性 第三很正气 抗压能力不错 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来说 不容易 大家好好珍惜吧 你们替我 接下来就展开 展开这个抢人大战了 四敏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我们四敏百大讲师团的讲师助理 那我们是一个培训公司 你天天都可以学习 而且是免费的 刘华 我给你提供一个岗位 两个机会 博士团新成员 刘华 艾康国宾集团 助理营销副总裁 北京区总经理 艾康国宾是中国领先的提供体检和就医服务的健康管理机构 为个人及团体提供健健 医疗 家庭医生 慢病管理 健康保险等 全方位的个性化服务 一个是北京的和第一个成都的 然后都是客户经理 然后艾康国宾 招聘每一个销售都像训练我一样 五年八年之后成为区域总经理 这是我们的机会 车型网 全国大客户销售的一个总监的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郝总 谢谢你 我们提供的也是一个销售部的销售经理的助理 我们也需要像你这样天生地质 有正能量的美丽姑娘到我们公司里来 帮助我们把品牌树立得更好 谢谢 谢谢你 非常好 我觉得在刚才的面试里 我用了压力面试这种方法 你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我会给你一个我们机场滚培生的这么一个岗位 如果你相信严师出高途的话 选择优胜分离 各位boss已经开始 开始拉跳了 来 李晨 我觉得你的年龄 你将来要面对所有的这些客户 应该是跟我们的客户是完全吻合的 然后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也没有那么的大 可能就是一个店铺的销售 但是我觉得以你的资质 你应该是可以在半年之内 做到我们副店长或者店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如果你也热爱物营主持的这个行业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机会的 嗯 谢谢你 东总 那么我给你的职位是 在北京 天津和成都的销售管理培训生 你可以三个地方可以选 谢谢 莫言 那个我给你的职位是离你家很近的 就是百合网的成都服务中心的销售 同时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每个周末还可以负责做相亲活动的主持 这个收入是另外再给你的 好吧 谢谢 净薇 谢谢陆总 我想让你去上海我们公司的总部 我给你留的是销售助理 但不是一般的销售部的销售助理 是大客户部的销售助理 小庄 你好 我们新航道给你的职位呢 你可以选择地方 就是你可以到北京来 如果你一定要站到北京 也可以选择我们的成都的分校 一个课程顾问 蔡总 远远 我比较喜欢你的这个抗压能力和纠错能力 但是可能你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在某一个行业的经验 所以呢 如果你愿意来新泽国际的话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助理艺人经纪 那么主要打交道的就是 艺人 电视台 电视公司 影视公司 还有很多活动广告客户方 那么其中也包含一些广告策划 艺人策划的工作 好的 谢谢你 好 远远 给你15秒钟时间 考虑一下 然后走过去 灭掉其中 九盏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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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是您粉丝 为什么先变李承总 谢谢陈总 你们的建议终身受益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谢谢你 谢谢你好漂亮 说偶像 保留了艾康国宾的刘华 这个我有点意外 不是本来准备去58同城的吗 改厨艺了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 为什么不去远远广告呢 给你的机会挺好的 谢谢 而且离你的这个 特化销售 谢谢你 这个收支需求也很近呢 非常感谢您 建议终于受用 我们先请这个被灭灯的 九位boss暂时离奇 进入发言管制区 她一开始的目标是 58和星泽国际 最后把这两个目标全灭了 对这个女孩子的选择 我们都还挺迷茫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原来以为会留星泽国际 和李晨或者我这边 因为这些个广告策划 和一些出镜的机会会比较相关 所以其实这个女孩子 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很多判断 我们的原因都看不明白 不知道是她自己没有想清楚呢 还是没有 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 这个挺迷惑的 选择我们这个 来叫国宾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高端的 就是医疗方面的 我觉得将来 如果我在这个领域里边 也能够服务我的一些 就是长辈们 然后还有我觉得 多学一些 就是这方面的知识呢 可能将来 对自己生活更受用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 至于百合网呢 我是非常开心 第一就是 可以在 这个服务中心做销售 第二就是 还能做相机活动的主持 这就是原因 她还比较感性 因为全场 沐妍和刘华比较帮她 估计她会觉得 帮她老板会对她更好吧 请两位输入 准备给人员的月薪 刘总 刘总已经率先揭晓了 好吧 沐妍请揭晓 是这样 我给的这个薪资 是销售的底薪 其实百合网的 这个红粮服务的销售 是底薪偏低 但是提成非常高 顺便帮她问一下 对 你们那除了销售之外 做主持人是多少钱一场 还是怎么算 主持一场应该 至少几百块钱吧 到一千块钱之间 其实这个收入的大头 是来源于你 做红粮业务的销售的提成 我可以告诉你 平均我们的销售的 平均工资在两万左右 平均收入 平均收入 底薪加上提成之后 来 刘总 那四千加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 对于一年期的英杰毕业生 我们有发现过 像你一样优秀的 第一年可以挣到十万 但是我们的基本工资是 是从两千到四千 但我认为您能够 您能够够四千这一档 那么除了这个四千块 您还有提成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尴尬 因为前期所有的 找工作的过程 都是你去了解企业 同时让企业了解你 那么源源整个 现场的表现里面 都没有去通过任何形式 了解企业 所以呢 现在呢 他不得不面临选择 一个薪酬是四千 一个薪酬是两千五 而真正他想选择的是 两千五这个岗位 但是呢 薪酬是他一个 心中的一个坎儿 过不去 源 我觉得你可能 溜他们俩已经有点后悔了 反正我想好了 他把他灭了 台下五千家 做管培生 我现在就给 给台上施加压力了 你可以考虑一下 要么去百合网 要么去爱康国宾 要么是谢谢再见 给这两边坐着的 十个人留机会 十五秒钟时间 告诉我们最后的选择 请准备 说吧 选择爱康国宾 对吧 祝贺李渊源 求职音频成功 祝贺爱康国宾 收获人才 应频成功者将获得 由中国梦蒙特兰 提供了这场金丝牙的梦想